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场地 在我们节目这个史上是比较开天辟地的 对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录节目 对 而且你刚才还说很专业性的这个厨房 对对 这比较考验厨艺 是的 我见到这个阵仗已经傻了 平时只是在家里面随便坐一坐 小你还是很谦虚 人家说人送你叫楼大厨 就是身边的朋友会这么叫我 因为没事做点家常菜让同学到家里来吃饭 是 今天这两道菜我觉得挺不家常的 就是算是一个大菜 一个是红烧鸡翅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西芹虾仁 对 西芹虾仁 但是我们看我觉得这两道菜难度就很大 但是对你来说好像小case是吧 很家常的感觉 还算是蛮家常的菜 嗯 就我在你微博上也经常看你这个 就是做菜的一些这个照片 对 而且我看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还要带一些小工具 尤其最显得的面罩 面罩是吧 对 那个装备其实蛮有用的 一开始别人说 哎呀 楼玉霄真矫情了 明星真的是做个饭还要带个什么面罩 然后我就说 你们是没有被油绷过呀 谁疼谁知道 真的是容易被封的 真的 我之前那个在家里跟同学煎牛排的时候 因为那个好像牛排里稍微有一点点水分 结果那两滴油就直接崩到我的脸上鼻子上 真的好痛 当时都破皮了 缓了半个月才好 估计这个面罩现在卖的比较抢手 对 楼玉霄同款面罩 是是是 所以咱们闲话少叙 然后你看这是两道菜的食材 你可以介绍一下吧 好的 这边呢是西芹虾仁的食材 这个虾仁是刚刚经过处理的 用蛋清啊 然后再勾点生粉 再稍微加点盐 然后这边呢就是西芹 然后稍微加一点红黄椒 然后这样显得颜色好看 然后这边呢就是鸡翅的食材 就是鸡翅呢 首先红烧鸡翅之前要 先拿水稍微煮一下 大概十分钟之内的样子 然后不要煮得太熟 然后捞出来备用 然后一会儿就可以进入到 红烧的阶段了 那咱们第一道去做这个 西芹虾仁 对西芹虾仁 第一道程序就是 加油 加油 对 好害怕呀 这一定是被崩过啊 对 油一定要烧开啊 要不然炒出来的菜很夹上 对 小心 小心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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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 这个就是第一步了 其实我们那个节目当时 会有个字幕 第一步叫 爆炒虾仁 对 爆炒 那这个就是第二步了 是吧 对 因为葱啊姜可以爆锅之类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加你 西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的 可以了 因为虾仁它其实没有那么难熟 嗯 海鲜类的就还好 嗯 已经有点香味了 对真的很有香味了 对 然后呢最后呢 嗯 就是那个菜快熟的时候 我们加一点点淀粉进去 这样会显得很有食欲 一般的饭店都是这个套路 关掉就好了 关掉了 那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就出锅了 就好了 是吧 平时一销你做菜是很在意摆盘的吗 嗯 还是实用主义者 摆盘摆盘 对对对 也是要稍微摆一下 对 这样够美吗 嗯 够美吗 这个应该大家来看 哎这看看够美吗 真的好像好 这够美吗 反正我觉得很有食欲 这先完成了 但咱们应该先尝一尝 现在就可以尝是吗 可以尝一下吧 真的 嗯 自己应该要打满分 嗯 嗯 咸 这个 咸的味道还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嗯 嗯 太好吃了 嗯 谢谢 第二道菜 那我们就第二道菜了 对 大家注意 一定要把里面的水烧干了才能放油 然后各种东西 然后各种东西 加一些 调料 嗯 葱 嗯 花椒 去腥 然后喜欢吃辣的同学们可以 放点辣椒爆锅 太好了 多一点辣 对 这个时候鸡翅就可以放进去了 嗯 对 是比较专业啊 你的朋友们就经常去你家里的他最喜欢你的一道菜 是什么 糖醋小排 啊 糖醋小排 嗯 其实红烧这个吧 盐可以少放一些 主要的那个咸味是要靠酱油 啊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它是提色的作用 对 还有一个提色的作用 嗯 那酱油呢 你还不能放生抽 你要放那种可以上色的酱油 或者是加一点点的老抽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很好了 是吧 你看那个鸡翅上 对 这个颜色 其实做肉菜 可以适当的放点酒 嗯 没有料酒的话也可以放点啤酒 嗯 那作用是什么 嗯 酒的话可以提香 然后去肉的腥味 对 香味出来了哈 哦 香味出来了 其实像红烧肉糖醋排骨之类的 你在煮它的时候 嗯 就可以放点料酒 嗯 可以再加汤了 像喜欢做菜 你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琢磨是吧 也看有些菜谱吗 也看菜谱 其实做菜很简单的 就是上网 我一般家常菜的上网查一查 然后自己研究一下 就好了 而且自己研究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对对 那有的时候你会开发一个 属于自己的那种菜吗 就你自己研究出来的 嗯 通常我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对 只是说在这个菜的基础上 加一些自己喜欢的口味 嗯 就好像说有些人喜欢吃糖 那么在红烧的最后一个步骤 可以加些糖进去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等着这个汤汁慢慢的收掉 这个锅实在太专业没用过 但是在家里通常要拿小火收汤 煤一下 对 煤一下 可能它那个汤汁的味会更快一些了 你在家里做的最大的一个规模的一桌菜 是什么规模呀 大概七个菜吧 七个菜 嗯 七个菜 然后汤也有 所以有一次我看你在微博说 回到家的时候 然后马上就给这个父母来做菜 对 对 也是一种乐趣 对啊 像别人说 从外面忙了一天回家 等着爸妈来喂 对啊 等着爸妈来做好吃的来享受呢 所以我觉得 嗯 这个女儿不错 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一下 是的 我爸妈说我是最孝顺的孩子 是吗 不是有一句话说嘛 要留住男人的心啊 就要 先征服男人的胃 先征服男人的胃 所以我想问问一消 现在有没有想要征服的那个胃呢 哎 并没有啊 并没有啊 对对 空有一身手艺 是的 然后都做给朋友们吃 嗯 反正将来要是做我男朋友的话 应该挺幸福的 我觉得 对 那做你男朋友的话 那你对他的这个厨艺 可以不再考量范围 对吧 嗯 这个无所谓的 他要是会的话更好 可以一起做嘛 对 如果不会的话也没所谓 那我是喜欢做饭 但其实也不会天天做 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太忙 拍戏啊 没有办法去做 嗯 就是不拍戏的时候 闲暇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还挺喜欢做菜 对 那个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刚才勾兑的生粉 上面加进去一点 哦 对 这个汤你看已经慢慢少了 然后还有就很粘稠 粘稠的感觉 是因为加了糖的原因 对 然后在家里就是 嗯 也可以加冰糖 让口感会更好 哦 好了 这个几乎就好了 对 你自己在厨房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想 先吃一点吗 先尝一尝 不会 因为我的胃很小 我要是在边做饭边偷吃 我过去上桌我就饱了 对 这颜色也特别好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看到 一销做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去学一下 嗯 嗯 但我觉得看似 那个简单 其实这个 这火候还不是所有人 都能掌握好的 对 然后这又有一个 对 火候很重要 我之前刚学做菜的时候 这个菜我也做糊过 嗯 主厨评价一下 我们这个 一销大厨做的怎么样 这个挺专业的 挺专业的 对 我们还要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叫色香味俱全 是吧 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后面去吃 对啊 做好了要吃啊 好的 比如说爱情公益演的四季演的很好的时候 那别人就会觉得 哎 刘云香似乎也没有什么代表错啊 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 哎呀真人秀 这不是也有台本啊 我以前觉得真人秀 是不是 哎呀怎么这么 是不是有点假呀 至于吗 就哭了 就掉眼泪了 没有这个都是造谣 都是造谣 对 有一些媒体真的 他可能就为了故事性好看 都有戏剧性 对 虽然对我没有什么伤害了 对 别人的眼中觉得哎呀 反正他也不红 这是一种失败 但这是我的生活 我没有特别的去在意别人说你红不红 你人气 你过没过气啊 咱们是不是还得尝尝你自己的手艺啊 咱们是不是还得尝尝你自己的手艺啊 对对对 现在吃起来也比较这个 不淑女 挂脸啊 但是还是要尝一尝 对对对 这个在吃的面前偶像包袱算什么啊 是是是是 来来来 好 别客气别客气 那别客气了 我觉得这个还得上手哎 还真的得上手 对 没有偶像包袱了 这个地方快进一下 没有偶像包袱了 快进一下 对 嗯 嗯 好好吃啊 就这些是吧 嗯 你编的 嗯 是你编的吗 嗯 我觉得编的非常好 编的我也能看出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故事情节什么我都能够看出 楼一萧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楼老师 在中文宿节目一年级毕业季中 他与陈建斌搭档做助教 与学生们在一起 他不仅在教学上尽职尽责 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 因此被学生们赞为最美向日奎老师 龙老师不仅深受学生们喜爱 也赢得了以颜柯著称的陈建斌的认可 个性的互补让他们的搭档非常默契 因为我在看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 你比较耐心 然后你跟这个陈建斌也正好是互补 他性的可是很急啊 嗯 经常说啊您这不够不够不够 很火爆 对对对对 我跟他 我们两个达成了一个 嗯 就是互相配合的一个程度 他就跟我说 他说楼老师 以后我发脾气的时候 你给我找台阶下 然后你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我在旁边打圆场 我们这样就是互相配合 教学才能就是更好 而且我在第一集里面也看到他说 他对他的这个助教这个挑选 也还是很有这个原则的 还有这种高度的 嗯 然后第一个画面 就你们一起走进这个上戏嘛 对对对 一起念那个校训 嗯 这个是我们的校训 培养人才的目标 我以为首先应该注重人格的陶柱 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 所以本校的训练的体系 不仅是授予学生戏剧的专门知识 技能更重要的还是训练他们如何做人 熊佛熙 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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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很慎重的考虑 我决定接受邀请 担任上戏毕业实验班的独江老师 我不打算在沟通上浪费时间 所以我需要一个很有想法 但不会草率表达的助手 他必须是优秀的演员 而且和学生们同龄 校训你还能记住几句话吗 能 主要是培养目标性人才 不单要教他们 大体的意思是 不单要教授他们记忆 然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逃住 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或者是演员也好 最重要的是先要学会做人 你看你是一零年从上级毕业的 然后我觉得六年之后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又回到校园 也是一个纪念是吧 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对 而且其实去年一年级就有邀请过我 但当时可能荡期不行 就没去成 然后这次人家又很有诚意 又找回来 我能一直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有一个当教师的一个想法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当过教师 我爸爸也是 年轻的时候教过法律系的老师 你跟老师也挺有缘分 大家都熟悉的爱情公寓里面 也是老师是吧 只是那个老师太麻辣了 对 我可能现实中 现实中的生活 没有胡一飞那么的暴躁吧 我后来回想了一下 胡一飞在上课的时候 我的课 不准吃到 不准倒退药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认课老师 我姓胡 胡做非为的胡 我的课 不准缺席 不准早退 迟到一次期末总评扣50分 60分是及格 听明白了吗 我想如果我真的是气场那么强大 或者那么厉害的话 我现在学生也就不会 有些时候还是挺难教挺难管的 就有的时候太替他们着想 也担心他们累 然后也太体谅他们 其实还是应该再严厉一点 陈老师老说我 你就是对他们太仁慈了 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 哎呀真人秀 这不是也有台本啊 所以这个有吗 有剧本吗 我们这个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只会告诉你 三天之后有一个团战 比如对抗赛 或者是几天之后要甄别考试 但是这过程当中 老师怎么去给你上课 老师怎么带着你生活 怎么排练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而且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有甄别嘛 可能也要经常面临这个学生 离去 因为那一时刻还是挺揪心的 是吧 是的 我以前觉得真人秀 是不是 哎呀怎么这么 是不是有点假呀 至于吗 就哭了就掉眼泪了 但我这次自己录的时候 我就是深有体会 因为观众看到的 它都是一个浓缩的东西 只是一个小时的一个节目 但是我们是每天每时每刻 就生活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的 所以那人都是有情感的 就是人最怕分别 所以就在他们走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舍 然后就真的就有点绷不住 所以就是 一会别笑话人这样 掉眼泪 自己也是够脆弱的 我们的罗老师 我从初中看你的爱情公寓 我就觉得真的你很搞笑 我不太会说话 别说了 别说了 陈兴哲同学我跟你说说吧 谁让你说这么多临终遗言的 谁允许你这么说了 就是 我告诉你 你这些遗言等你死了 给你死的时候你再说 谁让你现在说的 我怕我死了 我跟你说明天你不许死 大家也不允许你死 不会吧 老师 对 第四集里面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你那种动了 我真的也没想到 因为我心想的是着急排练 明天肯定就要走一个人了 看你现在说到这都是有点动的 没事 他又要整这一处 就一下子他的信心就都没了 那我作为老师 我是其实是希望激励他们 而且就带着全班同学 全组人员都在那抹鼻子掉眼泪 我就不希望他们这样 特别伤感这个伤感 我不希望这个伤感延续 就是说有一句话说的 那你不能因为怕死 你现在就不活了吧 人生有很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觉得 哎呀我不会演 我就肯定要走了 我现在就把临终遗言说了 我当时是一个很想去激励他 少他废话 说什么呢 就是这种呢 然后说到一半没有想到自己绷不住了 所以我觉得学生们可能他也能感受到就是你对他的这些爱啊 老师对他们的爱 在录我们这期节目之前呢 我们也请他们录了一些VCR 来给你听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啊 好想 一个词形文学好姐的话 我觉得她是一个三观女症 正能量 一个字 三观女症 非常非常非常好 哪里是一个字了 有责任感的大姐姐 她是你的男闺蜜 男闺蜜 上学的过程中 她都是比我们很不到的还要讲 然后在生活中 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爱情的大姑娘 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就是全神贯重 这一点我是要向你学习的 嗯 那朱莉小姐以后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好 哈喽 萧萧老师在我心中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万能天 因为我们在排歌舞的时候 她生活中说话就是这样子的 她可以教我们唱歌 你可以教我们唱 所以萧萧老师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夏日葵老师 我觉得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 来形容楼老师的话 那这个词语一定是真诚 说到我最想对楼老师说的一句话呢 那就是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 做您的学生 我心悦姐姐你好 我是楼老师的学生赵志伟 也是对讲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楼老师呢 我觉得太难了 因为楼老师的好 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楼老师 我觉得楼老师是一个 善良美丽大方 而且认真负责任的好老师 嗯 在我们心中 永远是我们向日葵女生 希望萧萧姐姐多多照顾楼老师 不要问她太尖锐的问题哦 我觉得真好哈 好短心 而且你看对学生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同 对一样 对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放之四海基准的这种套路来对他们 是的 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 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而且就还好了 因为可能我们年纪也没有差太多 最大的学生可能就比我小一岁而已 嗯 所以就是大家都像朋友一样 平时你看他们现在一本正经 老老师 私下里大家玩得很开心的 真可以打成一片的 真的打成一片 她是大连姑娘 2006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 大一的时候 楼一霄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推新人大奖赛 并入围全国十家歌手 大二时被选中出演爱琴公寓 大学四年 她是公认的好学生 不仅排练积极主动 成功更是从未迟到 在你们班成绩是最好的吗 嗯 我在学校里面一般是名列前茅的 哦 四年都是这样 还拿奖学金的 哦 所以老师都蛮喜欢我的 其实爱琴公寓每年拍一部 它基本是在寒暑假在拍 那就是但凡牵扯到一点 上课的时间 那我会跟老师说好 但我考试也要回来考 然后也会考得很好这种 不会耽误学习跟考试 嗯 我觉得这样的是对的 而且我是 他们都没有想到就表演系 我们这些女生 我是最后一个班出寝室住的 因为通常他们都会 可能就是 也嫌宿舍条件不好啊 想有自己的空间啊 然后就会出去租房子嘛 我是真的是等到毕业 我才搬出去的 我当时就觉得也 其实也并不是说 其他的 就其他的因素 我只是觉得人生 走到每个阶段 就应该去做 每个阶段的事情 好比说我现在在大学 我就应该上课 然后住宿舍 要不然毕业之后再想回来 可能也回不来了 当时从才艺方面 你在你们班里 也是比较突出的吗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像你从小也是 就是学唱歌啊 然后练钢琴 七级还是八级啊 嗯 钢琴七级 七级啊 声乐是中国音乐学院 校外考级的九级 对 这很棒的 然后 国家二级运动员 对啊 二级运动员是 竞技健美操 对竞技健美操 嗯 所以这个这些才艺 在你考上系的时候 是很加分的吗 是 还蛮加分的 嗯 而且我当时还挺 我可能就一直是个 很自信的人吧 嗯 当时也是自己 就是也没让父母跟着 自己去考了五个艺术院校 我每次像正常的 上系中系北电 嗯 我们初试过完要进副试 然后副试进完 要看榜再进中试 我每次都是 考完之后 哎 要去副试报名了 我每次都不看榜 为什么要看榜 直接去报名 真的啊 不是考完了 直接去那个什么 决赛报名 哎我来 我决赛了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榜 也不知道自己上没上 那我觉得 你这太自信了 你这自信是骨子里面吗 小的时候其实有一阵 蛮自卑的吧 对对 蛮自卑 蛮自闭的 然后也是一个爱画画的孩子 对 我妈都觉得我可能有点太自闭了 我因为小时候从小学唱歌嘛 然后我们在那艺术团 也有很多演出的机会 我是真的经历过 上台因为紧张 不自信 然后唱歌跑掉 啊 然后当时自己在台上 已经吓傻了不说 下来之后 还要就遭到小朋友们的排挤 瞧不起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 经历了这些之后 我就觉得 不自信真的是自己 给自己找半子 没有必要 嗯 所以就还是要自信一点 对 尤其是站在舞台上那一刻 包括像你学钢琴啊 学这个唱歌声乐 据说是背着姥姥是吗 没有 这个都是造谣 都是造谣 对 有一些媒体真的 它可能就为了故事性好看 都有戏剧性 对 虽然对我没有什么伤害了 对 我看了也在当故事在看 这是谁的故事 对 没有这方面的 那他们还是从小 比较诚实的 对 我小时候是喜欢画画 但我妈妈是单纯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唱歌 对 她是想让我完成一个 她没有完成的梦想 然后呢 也是考虑到 我如果一直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画画 会比较内想 会不自信 所以就让我学一些 比较放得开的一些才艺 唱歌啊 跳舞啊 然后希望我性格 能开朗一点 其实也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 挺不理解的 就并不是我特别喜欢 然后家里人一直 我觉得问一下 学艺术的孩子们 大概百分之八十 是被逼的吧 都有这样的 这有苦衷啊 都是 不是 因为你小孩子肯定还是要想 别人在玩 小朋友来找你玩 不行 我得在家弹钢琴 我得在家压腿 要练功 然后 除了就是课余时间 周六周天 还要去上别的课 就可能会缺失一些吧 但是现在看呢 可能是不是有两种感觉啊 一种就是 多亏那个时候 父母逼着我去练啊 然后才有现在这样的才艺 那可能还有一种说 因为练这些呢 我就缺失了一下 同龄的小朋友的一些 正常的那种生活 嗯 我还好 我在这里还是提倡 大家要去多学习 在我身上 我是觉得 真的是学什么都不白学 其实我也没有说 严格意义上的 各行各业都很精湛 好比说舞蹈 我会跳很多种 但是我没有一样跳的特别精 那钢琴 我也没有说弹到十级怎么样 当时是为了辅助 学唱歌 练耳朵 那声乐呢 算是比较专业的了 我妈那时候一直想让我考音乐学院 然后小时候也获了各种各样的奖 全国的什么的 然后包括竞技健美操 运动员这事儿 嗯 然后也让我之后受益匪浅 嗯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 比如说运动员让你受益匪浅 体现在什么方面 嗯 那我我当时考考那个 艺考的时候 别人可能就是跳的舞蹈 比较 比较多的是 比如说民间啊 古典啊 芭蕾啊 可能作为评委老师 你说每天坐在那儿 一天看几百个学生 看都看腻了 但我跳的是竞技健美操 他们就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女孩又有柔韧性又有力量 我就能两个手把自己全身支起来 然后老师就是 就是后来我们同学 就是当时跟我一个考场的时候 他们说 你当时真的是把我们惊呆了 对 所以当时这个考上系 但你没有考是表演系 而是音乐剧班 是吧 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 音乐剧是什么 虽然我从小学唱歌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种类 然后我当时考表演嘛 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上的正常的高中 我没有就是异校出身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考音乐学院的话 有可能会唱不过 人家三年培训下来的孩子 那我就考一个综合一点的吧 其实也不知道 也不会表演 也没学过 就去考了 就凭着自己的这几个才艺 所以就是说 学什么都不白学嘛 后来呢 我表演音乐剧都考上了 然后就包括 然后我后来就抛了一枚硬币 就决定去哪个专业 最后就来了音乐剧了 但我觉得 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做决定的 一般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是父母说 你要去哪个 听听别人的建议 他们 我们家庭教育很好 就不是说谁 就是一个人说的算 当时我是北京那边也考上 北京也考上 我父母是很希望我去北京的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想去上海 我就说我 我就是特别喜欢 因为北京也有亲戚朋友什么的 但是上海我这边是 我们家没有什么亲戚在这儿 我当时就是挺想闯的吧 就挺享受一个人 只剩一人 背着箱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然后直到现在我妈妈再来上海 我说妈妈你看我已经在上海滩 站着脚跟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过程 包括你那么自信啊 特别这个像爱情公寓的 冯一飞那句话 彪害的人生不需解释啊 真的是 嗯 就感觉一路是比较顺的 嗯 但你刚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有想到未来吗 就是哎 未来我是往什么样方面发展 然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嗯 没有 通常进一属院校的孩子都会觉得 肯定要当明星啊 对啊 要不那么多艺考 为什么好多学生都来考这个 是啊 都觉得将来出路会很好 嗯 当时没有想到明星梦 没有 我觉得这个太浮夸了 可能我这个摩羯座吧 比较现实 我觉得哪有一年给你产出那么多明星 明星是那么好出的吗 那么好红的吗 然后我就想就踏踏实实的吧 我就反正学一门 学一门算艺术 然后将来留校当老师也挺好的 然后包括我从大一开始 我就开始给考前班 我们老师带不过来的学生 我就给人家上小课 自己赚 那你才大一啊那个时候 对 大一的时候就给别人上小课 然后也去上海化学中心 上海仁义去演画剧啊 我当时就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觉得很稳定很惬意 然后下课之后骑个自行车 然后去化学中心 化学妆晚上演完出 然后再回学校 就那种感觉很文艺的 没有想过会当明星 会太浮夸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等我这次成功了 我就先拿你实业 死不了的话 我一定批量生产 你卖给谁啊 你的灭火器都卖得掉 没做过明星梦的楼亦霄 却因出演了爱情公寓中的 《欲姐》胡一飞一举成名 当时她上大二 得到这个角色纯属意外 因为剧组一直没找到 胡一飞的人选 诗歌陈鹤推荐了楼亦霄 制片人当时一直想找一个 气场强大的女孩 听说是个小师妹 心都凉了 以至于面试都没出现 楼亦霄就自己对着DV演了半天 没想到 第二天制片人和导演 就定了她演胡一飞 你是演的什么样的戏 让他们觉得 你这个气场就是胡一飞的那种感觉 他们给了我一个就是 爱情公寓第一集 第一集的婚礼的现场 这老板也太缺德了吧 猪肉涨价地毯也来 给我缺金少两 他们地毯不是猪皮做的吧 你是我要起诉他 飞姐 订的画篮来签一下 画篮呢 呢 拜托 这是付款地址 不是送货地址 还愣在这边干嘛 送个龙虾草坪上去啊 对对对 够够够够够够 大家抓紧时间 倒计部门 餐饮部门 制警部门 安保部门 还有那个 不知道什么部门呢 十分钟制度到总部开会 过了 而且那个时候是因为设计人员很多的 我是要隔着空在那边做指挥 然后跟所有人对词 是没有搭词对手的 然后我就在那儿就很有爆发力 就自己很有信念感 但是其实你单拎出来 跟个疯子一样 在那拎拎拎拎 就这样 但是那时候其实也不会演戏了 对 而且因为我也听说这个是要成熟一点的形象 要演个二十几岁 我当时才十九岁 然后我还特意把自己的妆化的浓一点 然后穿得很成熟很风景 就去面试了 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当时你演出的那种胡亦菲的感觉 跟生活中的你是完全两个人吗 当时是完全两个人 也许我可能现在更加开朗了 或者演胡亦菲演时间久了 别人老这么说我 可能有的时候带点那个劲儿 但我当时真的是完全没有 完全就是一个小师妹 然后在剧组里也对师哥师姐毕恭毕敬 然后演戏的时候还要各种对他们破口大骂 下戏的时候师哥你没事吧 我当时打你疼不疼啊 就这样 就戏板还得着不回来 戏板还得着不回来 然后我当时阿姨拍完的时候 跟我妈妈跟我家人在电视上看 就真的是区别大到亲妈都认不出来 我爸我妈看了就笑死了 她说你还可以这样啊 这是我女儿吗 这怎么怎么会是这样啊 那这个戏是有四季吗 比如现在翻回来在看第一季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她就觉得演技好智能 但是这四季放在一起 其实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 对一个成长 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她伴随着你这个大学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等于就是你在这个教室里面上了四年大学 其实你在爱情公寓里面 好像也是在读了一个大学毕业 是不是 是的 就是相当于上期也是学知识理论 然后爱情公寓呢 给我来个实战经验 还是挺幸运的 当这个爱情公寓火了的时候 你第一次感觉 你被别人认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我在上厕所 然后在一个洗手间里面 我就听外面 就感觉有时候跟我进来了 然后我也没在意嘛 一开始也没有这个神经 后来她们在外面敲门 好尴尬啊 她们在外面敲门里面 我想我能给你拍个照吗 拍个照 红色 我说可以 你能不能等我先出去 那这个就是出场这个成名和红的滋味 对当时的你还是在学生时代的你 会有心态的波动呢 没有 我还是很看到自己 没觉得自己就是明星了 或者是上面有点躁动 不会 完全不会 我是最不躁动的一个 那我觉得你是蛮理性的 就特别能控制住自己 对很理性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气这个东西吧 你如果不维持很快就下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事情 所以还是得脚踏实地的 就是做好你眼前的事情 别觉得红了就怎么怎么样了 像你们爱情公寓这些演员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四季的这个戏 然后感情也非常好啊 对 这种感情有像那种 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同学 不是一个宿舍的 但会有这种像发小 或像同学这样的感觉吗 就特别像兄弟姐妹的感觉 兄弟姐妹 然后他们也还 现在生活中也是 就把我当妹妹那种 跟家人似的 我跟邓家家也是 几乎就每年过生日 我们俩都一起过 然后跟陈鹤他们 船军进去家也是 没事就一起吃吃饭 唠唠家常 刚才你说到这个邓家家 我说你们两个这个闺蜜情 真的是可以广为传送的 所以有一种友情 就是叫邓家家和楼奕霄 是每个生日 你们彼此的生日 都没有错过吗 对 就很少 我们都会尽量的去赶 要是不是就是说 非得是要命的事 剧组调不开 一定会就是努力的去 陪陪陪陪对方过生日 对啊 包括有一次你是要出国 然后也因为要陪他过生日 就把时间调了 还有要拍戏的 晚净多几天 为什么其实我心里知道 是要给闺蜜过生日 倒是说没有档期 对 之所以成为闺蜜 是因为你们是特别像的人 还是你们特别互补的一个人 都有 有特别像的地方 也有特别互补的地方 嗯 然后 对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最好闺蜜的搭配就是 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包括喜欢的东西都一样 唯独对男生的品位 是不一样的 这个太好 这不会抢闺蜜的男朋友 对 这是最好闺蜜的搭配 最重要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 就好了这种程度 可能也是彼此会给予 对方非常温暖的这些地方 是的 我们都是已经处成家人一样了 我们相互的爸妈都会跟我们说 哎呀你们这一代啊 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也从小缺失这种 就是陪伴啊分享 所以你现在遇到了 就是比较谈得完的朋友 真的要好好相处 就当姐妹一样 他爸爸也这么跟他说 我的家人也这么跟我说 所以佳佳结婚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做半年哭了吧 对哭惨了 我们两个的点都是 不按常理抽牌的 然后给他穿婚纱的时候 我在后面给他拉 系那个带子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累奔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是这一刻 就是我意识到我要出嫁了 对 然后就那种不舍 然后就开始掉眼泪 那么我的泪点也很奇怪 我是正常的都 我都一直秉到仪式上了 所以一开始他哭 我也没有怎么哭 好 别哭了 要嫁人了 然后后来我们当时是海边的两栋别墅 这边是海 这边是山 我们准备的别墅是在这儿 仪式的别墅在这儿 我们从这儿要走一段山路 到第二个别墅 我就帮他撑着裙子 我也穿着长礼服 踩着高跟鞋 我们在山路上 就是石头磕磕绊绊的 还有个垃圾箱 我们他说快点快点 然后他在这儿催 我们俩边操操的 那个骂呗咧咧的 然后经过一个垃圾箱的旁边 此时就是当时有一个画面 是那个夕阳 就从他的头纱这儿倒影过来 他的一个侧影打 就是映入在我的眼里 我特别有画面感 那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崩溃了 就哭了 就受不了了 他就一转过来 他说肥肖你什么情况 你别给我掉链子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在这儿说哭什么呀 与闺蜜在一起的时光 自然是最美好的 对楼亦肖来说 还有一种美好 就是旅行 旅行中的她 神采飞扬 无拘无束 她喜欢记录下旅行中的 所见所闻所感 也喜欢学当地的语言 说其其中的心得 她说关键要抓住 当地人说话的感觉 而且对不对不要紧 但架势一定要像 还得敢说 我记得你还说过一件事 就是你在法国嘛 然后都说这个 说法语特别性感 你那个时候 还真练了几句法语 所以有一次 穿得很美 去了一个餐厅 然后又觉得 用很标准的法语 没想到对方说 我是意大利人 是的 我当时特别 就觉得 哎呀学以致用嘛 然后我又是一个 生活挺有情调的 我自己在欧洲 我给自己那天 穿了一个小黑裙 踩着高跟鞋 给自己订了一个 像样的西餐厅 我们一坐 迎面走过来了一个 穿着西服三件套的 帅哥嘛 帅哥 我想那我也装一下 然后我们就学的法语 也要用一下 然后呢 我那时候已经是 从巴黎辗转到南法了 就是说之前已经在巴黎 这个音调已经学的挺像的了 然后我就说 用法语 请你给我拿个菜单 我想要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说完之后 那个帅哥看着我笑了一下 他说小姐 你的法语很标准 但是我是意大利人 哦 我觉得我们得还原一下现场的场景 这位美丽的小姐 您今天很美 请问您想吃点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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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 您的法语说得非常标准 但是 我是意大利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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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对 当时是真的是有一点尴尬吗 很尴尬啊 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 一个插曲啊 所以后来我去意大利 又学了意大利语 哈哈哈 所以其实说到旅行啊 我去在你微博上去看啊 是每一年都要求自己能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吗 对对对对对 几乎到现在都是拍半年修半年的照片 嗯 可能每个人追求快乐 或者是安逸的定义不同吧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要一直工作 会比较有安全感 那我可能是比较注重生活这块吧 而且这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对我演戏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多去全世界走走看看 看看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价值观 或者别人遇到这个同样的事情 他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处理 嗯 因为演员也不可能一辈子只演一个戏嘛 你要对各个方面都有一个把控 其实还是要多走走多看看 然后这样你回来 你生活过了 你演生活才真实 对 嗯 那也有一种说法 说演员尤其要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 或趁着这个人气正火的时候 应该多演一些戏 然后把他脸混得更熟 这些你是不太认同的 我不太认同 因为那我是想当演员的人 也是我的一个职业 并且我很爱好他 很喜欢他 那我人气这个东西 我还是觉得挺缥缈的 那明星可能我们得趁热劲赶快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是会走得比较长远的 嗯 我不当影视演员 我可以当音乐剧演员 音乐演员不行 我可以当导演 就是我 我是有很多尝试的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能量在的 所以我可能没那么着急吧 嗯 所以在你心里 其实演员和明星是两类的人 两条路上的 对的 嗯 对 但我是觉得能把演员作为目标的 也意味着他可以走得更长远 嗯 就是 可能这个在别人的眼中觉得 哎呀 反正他也不红 这是一种失败 但对我个人而言的话 就别人怎么看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认为我红不红 或者你认为我是不是明星 是不是怎么样 这个无所谓 只要我 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再享受他 嗯 那我如果其实我如果演音乐剧的话 一场也没几个人 二百多个人 几百个人看 没有那么广泛 但是我站在舞台 我是享受的 我在工作着 我在活着 嗯 这是我的生活 我没有特别的去在意别人说你红不红 你人气 你过没过气啊 因为任何一个明星 任何一个 他都是一个抛物线 很少有长青的 嗯 对不对 你要如果一直追求的那个高度 那没头了 没边了 我会觉得活得很累 但是当一件事做的极致的时候 他也是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爱情公寓演的四季演的很好的时候 那别人就会觉得 哎 龙玉香似乎也没有什么代表作啊 除了爱情公寓 一直也在演戏 但别人也没有记住 这种说法你在意呢 没有 我还真没有在一直演戏 爱情悠悠草香 但是真正意义上我当女主角了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圈里人 就是行业内来找我拍戏的公司啊 导演啊 制片都说 哎 我们还真没看过你爱情公寓 都觉得这女演员不演戏 我心里也挺欣慰的 虽然可能这个角色没有那么火 这个戏没有推广的那么 那么那么大 但是 但是他能够得到行业内人的认可 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种成就吧 嗯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像你啊 比如说去旅行一段时间 或者是踏踏实实的待一段时间 再去演戏 就是每一次戏都会有生活中新的积蓄 是不是 是的 嗯 包括都去观察人啊 也许我不是这样的性格 但我想 哎 我可能生活中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遇到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处理的 是 所以我都会从脑补这些信息 然后去灌注在这个角色的一个灵魂 去给他生命力 嗯 我觉得你也是这种观察力特别强 因为我在你的微博上 经常看见你有些文字非常的感性 非常矫情是吧 矫情也是感性啊 就是你一定有感受 你一定那个浑身的细胞都是张开的 因为我觉得做演员就需要去感受生活 对 所以就是用文字来写出来也是你表达的一种方式 是吧 是的 以前尤其特别爱写 现在觉得不是特别爱写 嗯 你看这个是小的时候跟现在的一个对比图 对对对 16年前和16年后 时间将会我成长 不知道下一个16年我会什么样子 嗯 这是2014年写的 嗯 展望一下16年之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16年之后 对 你会你会能想到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不知道欸 嗯 还挺期待的 对 那如果对那个时候的自己 嗯 要说一句话 比如告诫他一些什么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嗯 告诫16年之后的自己 还要一直保持初心 就是我现在这种自由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就是不要受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为可能人时间走久了走累了 甚至会发生变化 我希望我一直是保持初心的人 嗯 特别好啊 16年前那个时候的你 那是多大呀 就是那个 小学的时候 小学啊 嗯 如果让你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呢 自信一点吧 嗯 自信的继续走下去 你就会很成功的啊 对 而且时间也验证了这一点啊 真的是自信也带给你很多的这种收获 像是奎老师嘛 所以就选了太阳花是吧 所以我是西兰花小姐吗 对 西兰花小姐 因为厨艺比较好嘛 所以这就叫菜花 菜花 对西兰花小姐 对西兰花小姐 然后你看这有 反正有各种这种花 小橱菊 康乃馨 对 康乃馨 那这些食材 那这些花材 这叫花材吗 这叫什么材 这叫花 花 花儿门 对 那这些花儿门就是 怎么样 怎样它更漂亮呢 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好了 但是我一看就很麻利哈 直接就剪开 我先比一下长度 对先比一下长度 现在回放长度 现在回放中间厨局 厨局垫厚 平常家里面 你在家的时候也都会这个 买花吗 会 买花 对 我是在家里都会买鲜花 要买鲜花的 嗯 一般这个插花都需要一点这样的 这个包一点点缀 需要一点配饰 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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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干活属于麻利型的 是吗 对 不默契 是不默契 这边会不会有点多 你感觉 就感觉还行 就聚在一起 嗯 再跟它再分散一次 这颜色搭配真的很好看 嗯 不错 外面菜花怎么弄呢 就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很破坏啊 没插过这样的菜花 真的没有耶 嗯 但是我有办法 嗯 这康美鑫跟她这个眼 哎 真是蛮搭 真的很好看 你这样一弄 嗯 好看好看 然后最后再休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是没办法啊 让我插菜花 哇 哎 你会发现 让这个菜花一下子 就是很Q的感觉啊 对 哎呀好可爱啊 一下子灵动了起来 嗯 菜花也可以当叉花 对 就感觉像草地上 长了一些小鲜花 真的是真的是 真好看 有点创意感 这花瓶的颜色也比较搭 哇 真漂亮 真的太好看了 行吧 条件有限 还要展示一下 关键你要起一个名字吗 哈哈哈哈 起一个名字 嗯 叫什么呢 嗯 当西兰花遇到向日葵 对 当西兰花遇到向日葵 对 我觉得这个正好 当西兰花遇到向日葵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 在做饭 在做饭 对 跟菜花有关系 那最后插花的又很文艺 遇到向日葵 你也被称为向日葵老师 嗯 那你看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呢 大家也看到了哈 我们一宵呢 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是吧 刷得了马桶 进得了花房 对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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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